這個遊戲從一代開始就已經訂下了一個還蠻基本的一個調势 就是它是由主角帶著貓跟狗一起冒險的故事 然後主角必須在這個舉情中去透過跟不同的貓跟狗合作 來解決小鎮 它所生活的那個小鎮所面臨的一些問題 在這個年代手機已經變成最主要的遊戲平台 這次最大的不同是我們把阿貓狗搬到手機平台上 當然為了針對手機平台我們有針對它的操作的感覺做了一些簡化 另外的話是因為已經時隔20年 其實有個最大的不同是 這次我們把整個遊戲故事的軸線拉到一代的將近20年後 所以這次的主角已經不是以前一代的那個樂樂 那反而是這次的主角是一代的某一位主角的小孩 他會跟著一批全新的貓狗小隊 那就是我們剛剛在影片看到的這個黑貓小隊 一起來合作解決小鎮面臨的一些新的危機 因為我們想說我們是台灣的開發團隊嘛 就想說把台灣特有的品種放進去 然後就那個時候想要說欸這是石虎啊 對啊因為它看起來像貓 它其實不是貓但事實上看起來就是一個貓 它真的不能受傷它是保育類 對它是保育類 所以它裡面最喜歡強調這一點 欸我是保育類動物 真的喔它這裡面也會 對對對它會強調這一點 然後呢因為它的特性 它的特性關係是我們把它設計成 它是一個狙擊手 所以它是會躲在暗處 然後用遠程武器去攻擊別人 改變的部分是如我說的 因為手遊主要是觸碰操作 所以我們在操作裡面有做了一些強化 讓玩家比較能夠方便地去進行複雜的戰鬥 那但其他部分保留還蠻多 第一個是這個遊戲還是以故事為主 所以它的劇情性為蠻強的 然後它發現故事的背景還是在一代的那個木桶城 這個遊戲還是有一個研發跟合成的系統 因為一代最有特色是說玩家在戰鬥中可以取得創意點數 然後用那個創意點數去投入開發新的道具 來變成戰鬥中的武器 那這次這個系統我們有整個把它爆流 但是有做了一些修改 讓它更直覺更容易使用 然後另外還有強化一個是 因為原本一代合成出來的東西 大部分就是只能在戰鬥中當道具丟出去使用 但是這次呢 你甚至還可以合出一些很 就是你的貓或狗專屬的一些特殊的裝備 然後那個裝備還可以帶來 就是它裝上不同的裝備 還會有不同的絕招跟使用 因為這個遊戲我們在設計的話 就是希望讓大家玩起來是開心 然後有那種療癒的感覺 有療癒的感覺 因為這是貓狗它的本質 它跟其他遊戲很明顯不同 一擺開可以看到那群貓和狗在那邊耍萌 大家就會很開心 對我們也希望努力能夠達到 讓最後的成果能夠達到這一點 這個遊戲大概 預計要今年上市 但具體的時間點擊還沒有很確定 就斷崗我們現在這個版本調整的程度而定 那就是希望玩家 就是各位玩家如果對我們這樣的產品 就是貓狗遊戲很有興趣的話 就持續到我們的官方粉絲環 當那個阿貓狗木桶陣 在臉書上打那個搜尋就可以找得到 其實我們幾乎是很密集的 在上面更新我們的一些訊息 那如果說玩家對於這個遊戲有些期待 也可以在上面留言給我們 對